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一流阀上的燃油系统频繁启动是什么意思? 这是通用的动力总成诊断故障代码DTC,适用于OBDR车辆。 这可能包括但不限于来自稻奇、丰田、福特、本田、雪佛兰、稻奇、RAM等的车辆。 尽管通用,但确切的维修步骤可能会因年份、品牌、型号和动力总成配置而异。 如果您的车辆已存储代码P018F,则表示动力总成控制模块PCM,已检测到燃油压力释放阀存在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这意味着PCM已注意到燃油压力释放阀过度工作。 该阀设计用于在燃油压力过高时释放燃油压力。 在大多数情况下,燃油压力释放阀使用由PCM控制的螺线管制动。 该阀通常位于燃料喷射轨道或燃料供应管线上。 PCM监视来自燃油压力传感器的输入信号,以确定是否需要燃油卸压阀操作。 释放燃油压力后,多余的燃油会通过专门设计的回油软管重新送回到燃油箱。 当燃油压力超过设定的极限时,PCM将足够的电压和或接地电压施加到阀上一段足够长的时间,以启动操作并允许燃油压力下降到可接受的程度。 如果PCM在请求的时间内检测到异常数量的请求的燃油压力释放阀激活,将存储代码P018F并且故障指示灯,Mail可能会点亮。 某些应用可能需要多个点火周期发生故障,以便发生Mail照明。 此DTC的严重程度是多少? 由于过高的燃油压力是存储代码P018F的一个促成因素,并且由于过高的燃油压力可能会导致严重的机械损坏,因此必须将此代码视为严重的。 该代码有哪些症状?P018F故障代码的症状可能包括排气条件过强代速不工作,尤其是冷启动时,燃油效率降低,由于火花塞脏污导致发动机失火,这是什么原因? 此P018F传输代码的原因可能包括,燃油压力传感器坏燃油压力调节器不良燃油压力调节器真空度不足燃油压力传感器或电子燃油压力调节器电路断开或短路PCM或PCM编程错误 P018F的某些故障排除步骤是什么? 在诊断代码P018F之前,您需要访问诊断扫描仪、数字福特、欧姆表、DVAM、手动燃油压力表带有适当的配件和附件以及可靠的车辆信息源 在仔细检查系统接线和连接器后,检查所有系统真空供应管线和软管是否有破裂或塌陷的迹象 根据需要修理或更换电线和真空软管,找到车辆诊断端口并连接扫描以检索所有存储的代码并冻结真数据 您可以记下这些信息并将其放置以背后用,以帮助您将来的诊断 如果这是断序的代码,则尤其如此 现在,清除代码并试驾车辆,以查看是否立即将其重置 是否应立即重设该代码,步骤一检查燃油压力,以确定是否过大 如果没有任何证据,则怀疑燃油压力传感器有故障或PCM故障,然后继续执行步骤三 如果燃油压力过高,请继续执行步骤二 步骤二使用D-WAN和车辆信息源进行测试电子燃油压力调节器 如果试用 如果电子燃油压力调节器不符合制造商的规格,请更换它并试驾车辆,以确保纠正故障 如果车辆配备有机械,真空操作,燃油压力调节器,请确保其具有恒定的真空供应,发动机运行,并且内部没有泄漏燃油 如果燃油压力过高且调节器具有足够的真空度,则怀疑真空调节器有故障 如果调压器内部有燃油泄漏,则认为它有故障并进行更换 试车,直到PCM进入就绪模式或代码P018F被重置 步骤三 根据制造商的建议,使用D-WAN和从您的车辆信息源获得的规格来测试燃油压力调节器 如果不遵守规定,请更换调压器 如果传感器和调节器在规格范围内,请转到步骤四 步骤四,从相关电路断开所有相关控制器的连接 并使用D-WAN检查各个电路的电阻和连续性 修理或更换不符合制造商建议的电路 如果所有组件和电路都工作正常,请怀疑PCM有故障或编程错误 测试高压燃油系统时,请小心谨慎燃油压力一流罚 故障将不会导致代码P018F被存储 酱油压力一流 第一次噴点四 点五 点五 却的声音